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今天呢是接着上一节课的风景来进行前面湖景的水的细节塑造 我估计啊今天人数可能会少一丢丢 为啥呀上一次已经画了一半了 今天接着画肯定会有一点点觉得枯燥 但是今天还有小船的塑造 还有湖水的处理 以及里面的小海藻 我们要处理它 嗯这个下面我不知道是叫什么 这个风景 我们这个风景画下面它有一些小水草 这个水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去过卢窟湖 有去过的吗 卢窟湖里面有一种 有一种湖里面就有一种 像类似这种水草 它叫水草 它叫水性洋花 它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就是特别骚气的名字 嗯对它那个花是长在那个上面 会一朵的小白花 所以它们叫做水性洋花 不知道具体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啥 但是我觉得那个花跟这个草 有一点点的像 好这会儿人数来的差不多 我们两分钟的课也落完了 那我就要欢迎一下 我们能来到优化教育 公开课课堂的每一个学员宝宝 欢迎大家 在我们上一节课画的风景的素材图 如果说需要这个素材图的话 请记得去我们优化教育的 微信公众号去拿取 诶我的手机呢 教你们拿一下 怎么 把平板拿过来吧 把我的大平板拿过来 教大家怎么获取素材图 水草水草水草 是水草吗 我也不知道 水草呀海草啊 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叫做海带芽 就是海带小时候 我觉得特别好吃 像火锅特别的嫩 你们吃过吗 说到吃了这个东西 我相信大家就有共鸣 比海带好吃一些 就很嫩很嫩 好我这边给大家 在微信公众号 可以看一下 微信公众号 优化教育 你搜索 微信公众号 搜索优化教育 然后点击 在这个优化教育里面回复 采迁五个字 素材图 看一下好 采迁素材图打出来了 然后点击发送 那就会弹出我们最近的一期的素材 16年开始上公开课 161718每一年都有 最近上课的公开课的图片 比较高清的素材 就在这个里面了 如果说需要的话 自己去获取一下 好吗 好的话就敲一个一 水澡 小梅菲斯 好 那我们如果说回复采迁 你们喜欢采迁吗 喜欢采迁的话就敲一哦 记住采迁作品图 作品图 来回复采迁作品图 就能够拿到我们相关的上课的素材图片 你看 这个是我今年有画的一些采迁作品 也都是一些高清的素材图 你们在临摹 在自己画画的时候 有一个参考的依据会比较好一点 看一下这些作品都是超级高清的图片 记住的画桥一个一哦 那我这边就过了 这是我们最近 有画画的一些课程内容 今年也画了蛮多画的 看一下 每一个还都比较高清 不知不觉 今年就画了这么多画了 哎呀 过得真快 下一期的采迁人像是明年三月份吗 对是的 没错 你很了解啊 小美好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我们上一节课 要画的 要画这个水面 那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下 水面 跟它的天空 有质感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这个天空的位置呢 它的云层 云朵跟它天空的蓝色 对比比较明确 那在水面上的时候 它们好像就模糊到一起了 有没有 有这种感觉的话 乔一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我们在画云的时候 画了粗糙一点点 然后明暗对比强一点点 嗯 刚刚好 但是如果说我们画水面的时候 还画的这样 对比强烈 或者说颜色特别特别的艳丽 那就不是效果特别好了 要记住 这是我们对倒影颜色要减弱 以及它的明暗对比 要虚化 要过度自然一点 那么这一点可能对我们的排线要求 就更加高了 在上一节课我们有学了排线 还记得怎么排线吗 想上我的课呀 想上我的课没有问题呀 赶紧加入进来吧 期待花开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用一个 因为我之前拿这个黄色打了个底 那我现在就是要用一个橙色 或者橘黄色 给它把个颜色 慢慢的铺上去 能帮我拿一下钻笔刀吗 谢谢 钻笔刀有 我这个钻笔刀它不怎么好用 它老是这个笔很粗 它钻不动 大家看一下 这还是这个挺贵的 挺贵的钻笔刀的 那你没反应看到没有 那钻起来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钻笔刀 那钻出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不如这个十块钱一个的好用 对两头青中间 种过度自然 非常棒 这个同学答的 莲子青如水 咱们这个画面是用的 油性采迁 关于为什么使用油性采迁 上一节课也说了 你可以去 又画的微信公众号 去看一下文章 看一下视频 上一节课的视频 之前已经交过了 胖德也来了 欢迎欢迎 对用的是绿灰 因为这个绿灰颜色比较鲜艳 透明度比较高 然后我就选择了绿灰 最近还蛮喜欢用绿灰的 好 那我们就从左往右 开始进行绘画 选择的颜色呢 是选择的是一只橙色 那我们同样也是要注意 线条的两头青中间重 之前的天空排线 我之前答应我说 有绿一周排线的 有绿吗 有绿了的话 敲个九 长长久久 好 那么这个水面 对于线条的要求 会更加高哦 为啥呢 因为这个水面的话 它我说了 它的颜色渐变呀 过度都是非常的自然的 颜色也要稍微浅一点点 那在这里 小菲丝 非常棒非常棒 第一次听公开课 好像入坑了 这个觉悟很高 值得表扬莲子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线条的要求呢 会更加的高一些 尽量的排线是采取 往一个方向排线 那线条出来的话 可能会更加细腻一些 那目前看得到 我在排线的时候 我会轻轻的 反复的多画几遍 那我们有没有看到 似乎线条是看不到 一根一根的线条的 你只会看得到一块 半透明的橙色色块 有这种感觉吗 好 慢慢的往下渐变 这个水面的颜色 就没有这么沉了 我就要来用这个 来用这个黄色去画 色调的话呢 要比天空的颜色 要浅一点点 莉莉也来了吗 现在就 就尴尬的放在那里 这就不对了 好 接着就是用到了一只 黄色 把这个地方衔接一下 因为橙色过度的话 黄色不是很漂亮 橙色过度不是很自然 那我就要用黄色 渐变 我要削一下笔 笔要削尖 削尖的笔的话呢 画起来的话 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 如果说有绿灰的话 你们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会比较的盛畅 这里的颜色一定要注意哦 一定是有一个颜色渐变的 好 因为黄色的透明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你在画的时候呢 应该它的效果是很棒的 好 刚刚这里不小心一条线画重了 擦一下下 好 黄色 黄色渐变 也是要注意两头青中间重 不要让它看到有明显的笔注感 或者线条 好的 那在画黄色的时候呢 我们在画着画着 你就会发现 颜色好像变得艳丽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画这个水面的时候 它颜色这么艳丽 肯定是不好看的 这是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的 以及它的中间 有一条云彩的这个投影 把这里擦出来 擦出一条长长的线 看到了吗 这是云彩的投影 好 换完这个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用一个乳黄色 或者用一个白色 整体给画面平铺一遍 比如说这里 让它的颜色的艳丽度降下去 看一下白色平铺一遍 有没有感觉水面的颜色 一下子艳丽度就往下压了 你看这里没有压 是不是很跳跃 觉得很跳的话 敲音 这就是没有压白色 没有压白色的话 它的这个颜色会显得有一点点跳跃 那有点跳跃的话 就没有那个水面的质感 好 用白色整体平铺一遍就好了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我们能够快速的让画面跟它的云彩 进行一个区分 进行区分之后呢 质感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下面的这个水面 它会显得很光滑 很光滑 注意 要求就是要做到光滑 要做到光滑 不做到光滑的话 质感就出不来 就感觉没有水的感觉 水的水面是非常非常柔和的 非常柔和 非常舒服 非常自然 好 这边的水面我们继续画 同样也是先用橙色 美丽也来了吗 紫苏也来了哈 最近上大家上课的热情很高啊 好继续 那我们请可速度慢一点点 也不要一不小心颜色画中了 或者说笔触太强烈了 把这个画毁了 好不好 咱们请愿慢点画 可以吗 可不可以做到 请愿慢点画 也不要一不小心 可能把这个画给毁掉 好 两支笔同时进行 因为它有些地方既有橙色又有黄色 那我们的云是有明暗面的 那同样的 Mary 我还以为是那个美丽心情呢 Mary好久不见 Mary真的是超贴心 前段时间亚马逊 亚马逊做活动 有一个三副霹雳码 有那个优惠 然后急得他 急得他赶紧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微信没有来得及回复 那个QQ没有来得及回复 急得他赶紧给我打电话 同时用两支笔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 能看握笔姿势 因为我是画油画出身的 有的时候手上可能要三四支笔 五六支笔都有拿过 就平常我们拿笔 又换拿笔的姿势 就是这样子 然后会这样子 还有这样子 还会这样子 最后一手抓很多很多笔 五六支笔 七八支笔 都是很正常的 妈呀 小影小影 注意一下 不要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好 淡定淡定淡定 假装 假装见过世面一点点 怎么说你也是个优秀的YP 好 这边是橘黄 还有橙色 还有黄色 同时进行 线条的话 注意两头青中间中 那这个位置 对应着这个位置 因为倒影 它是直接是一个平行下来的嘛 所以这个位置是亮面 那这里就是亮面 直接对应下来就可以了 记住了吗 直接对应下来就可以了 好 黄一点点颜色 错过了最精彩的 之前那个云嘛 没关系了 还有船跟 湖面 还没有错过了 好 这里我们 两头青中间中的韵笔 把它的边缘的这些 亮一点点的 亮一点点的 上面这个 匀层的 黄色 要流出来 这个黄色调 它还蛮亮的 那我们把黄色 继续加亮一点点 把这个黄色调掉 它颜色还蛮亮的 橙色也是蛮红 继继续用橙色 注意了 我开始发力了 开始发力了 那这里的话 其实只要你注意一下 线条 渐变 两头青中间中 还有画的时候 明暗对比 不要卡得太死 边缘 全部都是用平行的 横向笔出去画就好了 很像笔出 终于赶上直播了 原来只能看录播 太不容易了 是因为不上班吗 好 继续 有电流上 等一下 我调一下 那个麦克风 喂 喂 我看一下麦克风 有没有问题 我自己戴个耳机 稍等一下 没有声音了吧 应该 哦对 我用的是A4纸 哦 有一个事情 有个很 很好的事情 我要宣布一下 前两天 我在找采迁纸的样品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款纸 采迁纸 因为采迁纸 经常大家有遇到一个分布清正反的问题 因为采迁纸 它太光滑了 正反面经常分布出来 有吗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话 乔一 那么我最近遇到一款新的纸 它的纸是呢 两面画的效果都是一 一模一样的 以后你们 再也不用为分采迁纸而进行 而担忧了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价格也不贵 跟现在的采迁纸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稍微会贵几块钱 具体的话还在谈 能够把价格压低的话 肯定会给大家压低 我本来想是 本来想是给大家多囤一点的货的 但是厂家说因为第一次拿这么的货 怕到时候出现问题 就不好退换 所以说这一批就暂时可能会指挥定几百份 我用的是灰博家的绿合 灰博家的油性采迁绿合一百二十色 其实画风景画对采迁没有太高的要求 只要手上你的线条能够颜色化妆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说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们手上现在有采迁的 那如果说你想进行一个采迁的试色 那建议大家这么操作 好 比如说来看一下 你这是笔杆的颜色 好 你用力 用你最大的力气去排一片线条 如果说你的这个笔杆的颜色 跟你排出的线条 它的颜色的艳丽度是差不多的 那说明这个采迁很好上色 那有一些同学可能他非常的用力 就很用力 这个采迁都只能画这么一点点颜色 有没有遇到过是晨光或者英雄啊 就采迁他就会容易有这个颜色 你用你最大的力气 他采迁也画不艳丽或者画不重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话 敲一个零注意了 采迁试色非常直接的方法 就说至少说能辨别这个采迁 好不好上色 那就是用你最大的力气 去排一个线条 那如果说它的颜色 跟你的笔杆的颜色 差不多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画面效果是非常好 就是我们的这个颜色 笔的颜色是OK的 画出来的画面效果也是还不错 因为采迁适合画颜色艳丽一点点的画面 记住的话敲一个9 就是试色最简单的方法 只要是你的试色能达到这个水平 能达到这个水平 画出圈圈的这个对勾的水平 那这个采迁你的风景画 就完全是可以画的 没有问题的 感觉这幅画好适合练线条 你太聪明了 我之所以选择这张画面 就是觉得好久没有给大家上基础课了 给大家练一下基础来用的 好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张纸 这张纸看一下好 这是一张纸 我把这个纸进行对折 看一下进行对折 也就是说这一面是正面对不对 这一面是反面 它是两个面的 看到了吗 这是一张纸 这就是我最近拿的样品 给大家试一下 看一下正反两面的效果 想看一下吗 正反两面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纸应该是小白们的福音 小白们的福音哦 完全效果是一样的 包括它的叠色 它是可以无限叠色 你看我慢慢的发力加重 慢慢的加重 好 还可以再叠颜色 有没有突然感觉这个纸挺好的 可以无限叠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张纸 看到了吗 这个是它的两个面 棒不棒 如果懂画画的就知道 两面纸能够用 真的是太艰难了 这个纸 这个纸 它还有一个好就好 在意它对线条的要求不是很高 就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平常说要两头轻中间重 对不对 就排线的时候要两头轻中间重 这样排出的线条才会好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纸的话 我现在就是两头 你看我是这样子运笔的 它这样子运笔 它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看到了吗 那我这样子 我一直在画面没有离开过 就即使是这样子的运笔 它就超细腻 还有包括你侧面运笔 它也很细腻 它一个线条画出来 它就是超细腻的 你要是用力的话也可以 看它的细腻度 上面非常的 没有那种噪点 噪点是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噪点 颗粒会多一点 看得出来吗 它一个会细腻一些 如果说是侧面运笔的话 这款纸上架了吗 还没有上纸上架 你看这个是一个样品呢 这是一个样品 这一张 这一张样品 说的我都想画彩线了 是真的吗 找到这一款纸的时候 我都快激动坏了 为啥你上次买那么多纸 这不就是为了监督你赶紧画画吗 是不是 好继续 哦 我自己不小心画中了 一不小心就画中了 快点上架 好的好的 快点上架 一旦到了 就到货了 就立马给大家上架 这款纸唯一的一个小圈点 就是它上色的话呢 要力气要大一点点 因为它很细腻嘛 所以光滑度非常够 就可能稍微用力一点点 才能上色 如果说画重色的话 就力气要稍微大一点点 所有的画材都是有力就有弊 还有优化每一年在八月份的时候 一定会有周年庆 周年庆的画材就相当于黑色星期五 折扣是超级大的 如果说你们有关注优化的话 需要材料的话 每一年的八月份可以了解一下 优化的商城 在优化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淘宝上面都有 优化的商品不是很多 画材 因为我们所有用的东西 都是上课会用到的 以及老师得亲自试用之后 在同品牌里面 或者是不同品牌里面 同样的价位里面 试过了 觉得好用 才会上价 而且价格的话得保证 比较便宜 才会上价 一般了解过优化 或者关注优化一段时间的话 对优化的一个办事风格 还是比较清晰了 比较清楚了 画材这个东西呢 你不是特别关注它 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影响 如果说一旦对画材 有一定的了解 你就发现画一张好画 画材太重要了 我那天 昨天我还在吐槽 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怎么就不知道 有这么好用的采签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 怎么就不知道 有那么好用的色粉 如果知道的话 我肯定采签 画会比画的现在还好 因为我肯定很早很早 我就会开始画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买过两套采签 一套是晨光的 15块钱买的 然后还买过一个那种 不知道是啥牌子的 采签 大概是5块钱买的 然后画了 画了两张画 就发现 嗯 采签不适合我 然后那个时候的 网络也不是很发达 那个时候网络并不发达 就在网上也没有看到 说太好的采签 或者说太好的作品 就直接把采签 给抛弃掉了 完了之后 在买 在买色粉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盒 玛丽的色粉 也大概是 一二十块钱 哦 那个色粉干脆推不开 根本就是颗粒 大到你手去摸的时候 会拿手的那种程度 然后我后面 我就放弃了色粉画 直到毕业多年 我接触到线上教育 无意之间 我才知道采签 有这么好用的 原来以前 我画不出一张好画权 是因为画材不行 真的是 当时那个时候 痛哭流涕甚至 那么对材料的建议 希望大家买专业的绘画采签 刚刚给大家 有做一个小示范嘛 用最大的力气去试采签 完了之后 这个笔杆的颜色 种不下去的采签 一般都不是特别好 那么这一点的话 就希望大家 如果说采签 你想要画一张好画 想要画出这样漂亮的风景 必须得要专业的绘画采签 因为采签分两种 一个是 一个是文具采签 然后一个是绘画采签 我们既然是选择绘画方向的话 就一定要买这个 一定要买这个 专业的绘画采签 然后这个时候 普兰老师要过来 准备去拿我的画去拍照的 那也麻烦普兰老师 把你那盒红灰拿过来一下 可以吗 好 普兰老师让我把画面调 调亮一点点 说画面有点暗 我调亮一点点 这样会亮一点吗 好 这个时候普兰老师去拍照去了 你看 这盒采签是普兰老师的 买了一个 辉博加红盒 我不是说辉博加红盒不好 因为辉博加红盒 它是一个入门的采签 它好像买了一个盗版的 是一个入门款 算是小朋友 花秘密花演员 圆区画的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找两个一模一样的颜色 我找两到三个一模一样的颜色 这个颜色跟这个橙色是一起的 好 这两个颜色是完全一样的 看一下 还找一个 找一个绿色吧 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感觉不好找 找一个天蓝吧 天蓝好找一些 这是天蓝 天蓝色 完全是一样的颜色 好 来看一下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 绿色 大级别的 跟 儿童级别的采签 有什么不一样 同样的两个颜色 来看一下这个颜色 你看 这个颜色 这是我最大的力气了 我可能会把这个 笔尖都压断了 你看 把笔尖都压断了 这个笔尖都会断掉 用了很大的力气去画它 这个还不错 还算是能种下去 至少说还没有到 特别坏的效果 那你看一下这个 看得出来吗 这个还算OK的 还不算很差的 好 这个是蓝色 那笔尖都压断了 看到了吗 笔尖都被我压断了 这是我最大的力气去画它 最大的力气 你看我反复画很多遍 反复画很多遍 好 那看一下 这个蓝色 我这里很轻松 我现在没有用力气 我现在没有用力气 很轻松的去画 没有用力气 如果说力气加大一点点 看一下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 专业采迁它会稳很多 那我们看一下叠色效果 那我这个采迁 看一下叠色效果 它可以涂得很黑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互补色 橙色跟黄色 它是橙色跟蓝色 它是互补色 它俩是互补色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他颜色的叠色效果 这个我用力一点点 还没有用力呢 用力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叠一个 黄色上去 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叠一个 比如说红色上去 可以看一下它的叠色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 刚刚这个采迁 刚刚这个蓝色 这是蓝色 蓝色忽补色 它根本盖不住 发现了吗 完全盖不住 发现了没有 这个时候不是说 盖不住是个好事 它盖不住是什么 它颜色叠不上去 它颜色画不上去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颜色是画不上去的 那也就是说 我在彩迁画的时候 我几乎不存在叠色 我没法叠色 我只能一个 只能单色化 就我橙色就是橙色 蓝色就是蓝色 我没办法进行叠色 好 如果在上面 我刚刚还是用这套彩迁 你看还是用这套彩迁 我再拿一个红色出来 拿一个红色出来 盖不住的 完全是盖不住的 那这一点 你能说它是绝对不好吧 也不能 因为你用这套彩迁 比如说你就是想画一些透明度高的 比如说你画一些浅色调的呀 或者画一些玻璃质感呀 你就是想要它颜色浅的时候 你就适合用这一套 那如果说你想要颜色艳丽一点 或者像我们画风景呀 或者说你想要画面的修改余地会多一些 那就适合用这一套 但是那这一套肯定会比这一套好 为什么因为它能做到这一套做不到的 颜色艳丽度显色度叠色度 它都会比这个好一些 是我们的专业彩迁 专业彩迁 记住了吗 专业彩迁 对这是普兰老师的彩迁 这是个反名叫彩 虽然说也不便宜 一套彩迁也差不多得七八十块钱吧 也得或者说五六十块钱 这种彩迁也不便宜 因为它是48色 48色的话不便宜 那我们可能你同样是专业彩迁 可能也是六七十块钱 或者说五六十块钱 同样的价格 它能买到比它好用的彩迁 这是你们懂跟不懂的区别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彩迁 是适合画画或者不适合画画的 你们不懂的话 因为我们懂市面上的彩迁品质太多了 你们如果说想要问一下 你们手上的彩迁 到底适不适合画彩迁的话 你们可以加一下 咱们客服老师的微信 可以加一下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把你的彩迁拍照发给他 他就会告诉你合适还是不合适 我们只说真话 不会推荐你买画材 只会说真话 怎么去加咱们的客服老师呢 咱们不是有个 我那个电脑 在这儿停吧 在这儿找到了 怎么去加小客服 可以在这里 诱画 诱画教育 在诱画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微信公众号 然后这里有个关于我们 这里有个人工客服 你把它加到问一下就好了 那就会弹出来 在这个关于我们里面 有一个人工客服 在诱画教育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在这里 记住了吗 记住了的话 敲个一 因为画采件的品牌 任何绘画的材料 就是最关键的 但是市面上的采件品牌 又太多了 我不好给你们做推荐 待会又说 我有打广告的嫌疑 你的采件好不好用 你都可以发过来 老师知道的话 都会告诉你 已经不需要避雷了 已经炸完了 就没关系 好 我把这个采件收起来 来 普兰小可爱 把你的采件拿走 把你可嫌弃的 这套采件拿走 它这套采件就放在我们办公室 再也没用过了 而且一般 这种采件就会送个笔帘什么的呀 其实这种东西没啥用 像笔帘这种存在 没啥太多作用 一个是我觉得占地方 然后插半天 采件的插半天 才能插进去 我觉得好麻烦 我不喜欢用这样的采件 给你推荐 不少当然广告 好 那我就推荐一下 这个配合做得好 我个人觉得还是 一个是灰博家的红和进口款的 还有一个就是士德楼 士德楼的进口款的 这两款采件入门 真的是又实惠又好用 好 我要继续 继续来画这个云朵 云朵的反光 画这个云朵的反光 我注意了我就时时刻刻在强调 千万不能有笔触感 那我们会看到整个弧面特别的光滑 甚至看不到太强烈的笔触感 特别的光滑 好 那在这里的话 我开始要用一个粉色调 一个粉色调 要开始把这个弧面的 弧面的这个边缘 给它强调一下 因为弧面这里还有一个重色的倒影 颜色重一点点 用的是一个紫色 这个下面肯定还会有一些小的云彩 买亚适合小白吗 小白我不推荐买亚 因为亚的话它笔线比较的硬 而且透明度很高 小白的话可能颜色画上去 有一点点难重不下去 力气的话也会用的很大 可能对手的话也会有一点点酸 你小白画画的话 如果力气用太大了长时间 因为你从前以前没画过 然后突然用这样的大力的去画 很容易手会酸痛 那小白入门的话 建议推荐是水龙彩线 因为水龙彩线你入门 水龙彩线它会比油性彩线好上色一些 因为它笔心会软一些 普遍的水龙彩线都会比油性彩线软一些 那你小白在画的时候 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颜色就能画下去 那至少说你的手不容易酸 不容易酸的话 你更加能坚持一些 你们觉得呢 那我会推荐水龙彩线入门 很多商家你去淘宝去买材料 或者买画材 很多商家会推荐你 你说小白买什么 他都会推荐你油性彩线 因为油性彩线一个是色号多 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可能会有优势一些 为啥油性彩线价格还会有优势一些呢 因为这个水龙彩线它多了一个卖点 就是说它是可以水龙的 它是可以水龙 水龙的话呢 彩线里边 你其实你水龙彩线去水龙 很少很少会水龙 几乎不会去水龙 但是它又多了一个卖点 就是说可以画出水彩一样的效果 那你一听这个话肯定就 这个水龙彩线很高级 有这种感觉吗 有的话敲义 很容易有这样的误区 觉得哇水龙彩线还可以水龙 还可以画出水彩的效果 它多了一个卖点 它价格就会高一点点 那油性彩线的话 相对来说 价格就会实惠一些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专业彩线里头 我们通常 有基础的用油性彩线会好一些 而且同样的品牌 比如说惠博家 就同样的品牌里边 它的油性彩线的制作工艺 会比水龙彩线要难 那么水龙彩线 它的性价比就没有油性彩线那么高 而且一般好的彩线品牌 像三幅霹雳玛呀 绿辉呀 像惠博家呀 还有卡达 世界比较 就可以说是三大彩线巨头 那他们的品牌的正管之宝 都是油性彩线 这也是油性彩线 通常也不会有盗版 或者说有山寨品 因为它的造假成本很高 你造出来它假货 太假了 就你一拿到手上就知道是假货 它做不出来 它就是做不出来 那么高水平的材料 那也是为什么很多品牌 油性彩线是它正管之宝 那水龙彩线的制作工艺 会比较简单 很多水龙彩线 很多大的品牌的水龙彩线 在中国都是有代工厂的 那也是不推荐大家买这种代工厂 或者说是国产的一些品牌 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没有那么好 因为彩线这种化财 它的色粉 还有它的这个里面的 这种粘合剂 还有蜡质成分 要求都比较高 很难做到一个好叠色 彩线如果说是单色叠色的话 没有太多影响 但是想要这种 像我们现在反反复复的调整 跟修改 反反复复的去不停的叠色 画一张写实的作品 那对彩线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没有太好的工艺 是做不出来的 综上所述 给你们大家总结一下 小白入门 用水龙彩线 油性彩线 有一定基础之后再用 好 同样的品牌 油性彩线 它会比水龙彩线的价格会有优势 为啥呢 因为卖点多 但是油性彩线的制作成本 会比水龙彩线高 所以相对来说 你买一个好品牌的油性彩线 会比买水龙彩线要更加值得 记住了吗 因为网上所有商家商家都会推 哎呀小白入门油性彩线 只有一句话会告诉大家 小白入门用油性彩线 又不是小白入门用水龙彩线好一点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你自己亲自尝试过你就知道了 对啊水龙彩线卖的油性彩线贵呀 因为它有一个卖点呀 它可以画出水彩的效果呀 但是你说拿水 拿彩线去画水彩的效果 这不有毛病吗 哎呸呸呸不能这么粗鲁 不能这么粗鲁 不能这么粗鲁 你好好的水彩不用 你非得用彩线去画水彩的效果 这就是我该吐槽的了 太粗暴了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比较好的 是绿灰 灰国家的绿盒120色 这个价格比较贵 这个彩线 这个彩线 我现在也不是很推荐大家买吧 因为 有国外的朋友的话 可以让国外朋友带 国外的价格会比国内要便宜很多 因为这个彩线 它在16年的时候 市场价 120色的市场价 大概是在八九百左右 但是它的代理商 是办公室是在香港 这个中国的总代理 总经销商 那它就全国范围类事情控价 就把这个比的价格调到了大概两千多 大概调到了两千多 就一夜之间暴涨了一倍 但是其实它的成本就在那 因为一直卖这个价 也没有 也没有说他们亏 是吧 因为它在中国打的这个 中国做的一个商业模式 是把它定位成一个 轻奢品 那我上一次在上海的那个 上海有一个什么来着 商场里头 在它那个步行街那个位置 我发现它这个比在商场里面 它还有专柜 就相当于它把这个比 是做成了一个轻奢品 但是呢 这两年就发现价格定太高 销量走不出去 所以这样你就会发现 淘宝上很多水货 就把这个价格 大概在卖的价格在一千六左右 它的商 官方的商标价大概是两千多 但是官方商城里面经常还没货 就是因为走不动 但是又台阶下不来 干不尴尬 就是挖了坑给自己跳 采迁一旦价格上了一千之后 就很难走动了 那最近三福匹利马 一个很大的品牌 三福匹利马的经销商 在国内也是开始在谈经销商 有一个公司代理了 可能也会进行控价 有谣言说 它的控价可能会控到一千左右 我觉得它要控到一千左右 真的就很傻 因为走不动 到时候走不动又得降价 降价之后 那些零售商又不干 因为我拿货拿那么贵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傻的去干这个事 如果说是优化的YP的话 想要买绿灰 记住了好 一定要记得去后台找客服宝宝改价 因为我们绿灰 绿灰是有YP的学员价的 有学员价 因为你们是YP 所以有学员价 学员价的话是比较优惠 但是这个价格不能对外 因为全网空价没办法 它有规定 惠博家是有规定 它全网空价 有的时候就觉得挺搞笑的 这些话台上也是 哎 中国人的钱好镇压 你想平常卖八九百的突然涨到两千 这不是暴力吗 当我们去谈三福 再谈着再谈着 还谈到 前段时间谈到说 可能到时候如果说三福的经销商 跟我们定期合作的话 那可以到时候官方合作 直播的话就会给大家 就是像是有直播的那种感觉吧 给你们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 再谈着 三福有一个不好 就是说 它特别不耐用 一支笔可能画个三四张画就没了 这是它一个特别大的毛病 不耐用 好 这里的话呢 就轻轻的轻轻的用一个紫色调 对啊 它控价就控得很高 据说到时候价格会在一千多 不知道真的假的 好 现在画了这个颜色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比上面的云层的颜色 还要亮 还要艳丽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衣 有这么艳丽咋办呢 你就用白色 用白色稍微过渡一下 往下压一下 咱们得用白色压一下 注意了 同志们 注意了 好 用白色往下压一下 去降低它的厌力度 降低它的厌力度 很卡吗 卡的话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可以吗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哦 近代花开是糖豆 调皮 好好的取那个上课的名字不行吗 好 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开始有水面的感觉了 有的话敲衣 好 这边太艳丽了 过渡一下 看一下 好 整个画面有了水面的感觉吗 这个水面的感觉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强烈哦 好 这个船我们最后画 因为船是白色的 那我现在就是要继续把它的 把它的蓝色调给它轻轻铺上 它蓝色衔接的时候 这里衔接的是一个青色 因为绿色 蓝黄色加这个 加这个蓝色 它本身就会有一点点青色的效果 那我直接用青色化就好了 是谁买了12盒 这么土豪的吗 哦 我知道是你 是不是咱们87的学员 那天上课的时候就听到你在说 是不是你 你要想想上次 他上次搞活动 价格是在400多一块钱一盒 你买12盒 也就 多少钱来着 也就多少钱来着 我这个数学 说的跟真的一样 也就 也就多少钱来着 四五千 我是本来也想囤一些货的 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呢 已经没了 然后同时呢 因为我们的VIP们都已经买了 我就没必要给大家囤这批货 我那天还给Merry说来着 我说我要是囤了这批货 我可能也就是加个几十块钱 就帮大家转运一下了 但是荷赖我没囤上 看来大家都是彩迁的 死纵粉了 感觉对品牌还是很了解 很熟悉的啊 就没有 有一种没有让我在这白说的感觉 因为不是有一些品牌 画财不是很了解的话 可能就会 比较的迷茫 说到这些品牌 首先的话呢 辉博家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品牌好吗 要不要听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以后 至少说话话还是不会被坑了 首先说一个大的品牌 就是你们熟知的辉博家 辉博家这个品牌呢 它是在国内最早进入 进入国内市场的一个采金品牌 那么它的市场占有率 人家可能先到 先到先得 它的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一般小白一说辉博家 就知道是 一说学采签 就知道辉博家 或者知道马可 马可呢 它是国内的一个国产品牌 也是因为做得很早 相当于就是把 这个辉博家的市场 给它砍了一小半 吃你就把它给的 碗里面的这碗饭 就分出来了一小碗 这是我们的马可 那么因为辉博家的市场占有率 是非常高的 市场占有率高 也代表什么 我得出卖出货呀 对不对 我不能说市场占有率高 我不卖货 那么卖货这个东西 那肯定是价格低的 会占 会要占大市场一些 大市场的话 价格肯定会低一点 这个应该好懂吧 所以说辉博家 它的采迁 总共的话呢 大概就是分为三款 一个是红河 一个是蓝河 一个是绿河 红河的话呢 相当于是 它的最低级的入门款 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儿童款 因为它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 它每年卖的货太多了 所以它国 它自己国家的这个产量 肯定是跟不上中国的销量 那么 辉博家在全球各地都有代工厂 在中国也是有的 那它的红河价格便宜 确确实实价格便宜 然后性价比呢 也比较高 小孩子入门 花采迁 它也是定位是儿童采迁 都会比较的适合一些 辉博家这个品牌的 主要是以生产链笔为主 是一个家族企业 目前家里的 就是品牌的掌门 掌门人呢 也是辉博家的 他们是一个家族企业 而且这个品牌的文化传承也很好 据说他们有一个生产员 因为笔是这个铅笔 是这个木头做的嘛 他们每卖掉 不是 每砍下一棵树 做铅笔 就会重新再 重新种上一棵树 就这个文化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它的比较主打的产品呢 就是采迁 还有就是 橡皮泥 它的橡皮泥 非常的好用 你像我用的橡皮泥 我就通常就是用它家的 其他家我都不用 惠博家的橡皮泥 会比市面上的橡皮泥 都要好用一些 不粘手 有一些橡皮泥 国产的它粘手 粘的手粘不垃圾的 而且擦不干净 我通常会选择 惠博家的橡皮泥 那它橡皮泥的话 也是有 在马来西亚 会有生产的厂子 它的铅笔 像红辉的话 大部分可能是生产的位置 就是印尼 很难 除非你是买那个纪念款 或者说是铁盒款的进口款 它国内 国内自己德国 这个品牌是德国 德国的生产商 红辉的话是很少的 那你们所买到的红核 几乎都是国产 或者说是山寨款 因为这个采线 它很好仿 它这么多年 而且市场占有率很高 那么国内就有很多的 说白了就是假货 我们说的水寨 什么 水货 不是山寨 山寨货 那你们在市场上 就很容易买到假的 这个我可以 我反正我是几乎没买过 因为买不好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之前又花做过那个进口款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东西生产 它会有一个生产的位置 买那个生产于印尼 或者说是国外的产地的话 那个红辉会好一点 最重要吗 最重要的话 敲一 这是一个很大的品牌 会博家 你们在网上应该都可以搜得到 当然这几年 它也开始为了抢占市场 就开始做水彩颜料呀 固体水彩呀 色粉啊啥的 记住了 人家每一个品牌 都有它 都有它擅长的 买东西就要买这个品牌 擅长的 尽量不要就去 不要去把那个钱花出去 不讨好 这边话我就不挑明的说 好吗 好的话刷鲜花 买就要买它品牌最好的 其他的话 你就好好考虑一下 我现在拿的是一个青色 国外的货是不是都没假货 我也不敢打包票 但是至少说我觉得的话 国外的我进口款的话 会好用一点 化财这个东西呢 国产的跟 跟这个 化财 会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我这个这个真不是 从外面外 国外的化财的性价比 还有质量 确确实实会比国产的好一些 毕竟技术在那 我已经出去了吗 我已经不在线了吗 你们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我说话的敲衣 哎 我不在线了吗 喂喂喂 听到我说话的敲衣 OK 这个不是从外面外 因为毕竟 像我们现在所接触的化财 白彩尖 水彩 油画 这些 颜料 它的原产地 就是说这些化种 都是由 属于西方化种 都是用国外传过来的 所以人家的 生产历史 人家的绘画历史 都会比 咱们现在要好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 它的产品好的原因 你当然如果说国画的宣纸 外国没有肯定比得过中国的 这个道理能懂的话 敲个酒 不是说 就是重阳昧外 说国外东西好 确确实实 是人家历史在那 你要是宣纸 你看国外买宣纸都很难买 你看墨汁 还有燕台 毛笔 是吧 这是咱们中国所擅长的东西 好 这个品牌呢 就是我们的辉博家 说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辉博家的品牌 然后就说一个国内的 比较大一点的辉博 采线品牌 就是我们的马可 马可的话 熟知马可的话 大家也很清楚 因为大家为什么会知道马可呢 我相信喜欢采线的 肯定买过飞了鸟的专业书 对不对 买过的话 敲个零 飞了鸟是国内做采线 教程书籍的 可以说是非常找的 也是把整个采线市场的书籍 这一块 基本上是抢账完了 那么 飞了鸟上面 你们应该也看过 他推荐的品牌就是马可 好不好用 咱们自己买过都知道 那我就不多说 这是马可 马可单独上色的话呢 是OK的 就是简单的上下颜色是完全OK的 但是一旦是叠色 或者说画到比较写实的画面的话 是难用的 好 这是我们的国内的一个大品牌 马可 不是很适合画画 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不是 不是很适合画写实画 应该说 彩线肯定能画 只是说不适合画写实 因为写实要不停的叠加颜色 就像我现在这样 要不停的叠加颜色 好 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 比如说马力 比如说中华 比如说成光 中华跟 中华跟 成光 成光是个 英雄也是 这是个 文具品牌 就我们小时候用本子 用笔青 都是用的他们家的 那他们这些文具产品是很好 但是就论专业画画来说 那还是有点欠缺 这个应该懂吧 还有中华 中华也是 中华比较好的 是他的铅笔嘛 但是假货很多 遍地都是假货 几乎买不到真货 因为你分不出真假 假货比真货还做得好 分不出 好 这些就是几个大一点的 彩线品牌 比如说 施德楼 施德楼的话 也是一个文质品牌 施德楼的话是 德国 是德国的一个文质品牌 施德楼的彩线 它只有 只有这一块好用 我可以百分之百 确定的告诉你们 就我现在给大家 推荐的这一块 它只有这一块好用 记住了 而且一定要买国外产的 它的产地是 是德国 只有这一款是好用的 如果你买他们家的 油性彩线 或者买他们的国产的 这个国产的 彩线也没有那么好用 记住了吗 这施德楼 它是一个文具品牌 施德楼的产品 它的文具品牌 就相当于是 我们日本的樱花 有点类似 樱花也是一个文具品牌 樱花所擅长的话 我觉得是笔这一块 水彩笔啊 或者说 绘画笔这一块 做的还可以 但是彩线跟水彩颜料 都挺一般的 好 再接着就是咱们的 库喜乐 库喜乐是杰克的一个品牌 也是世界大品牌 是这种文具的大品牌 库喜乐彩线 性价比很高 很便宜 还有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 还有两个比较高级一点的 绘画品牌 就是卡达 瑞士的卡达 以及美国的三副霹雳马 这也是两个还不错的品牌 你们都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说是小朋友画画的话 相对不怎么挑 你就彩线的话 没有那么讲究 但是你自己画的话 就得讲究一点 对 荷尔白银 彩线也不错 荷尔白银是做 比较早的吧 荷尔白银是比较早一点 做 做这个 画材的 樱花是不是把荷尔白银 收购了 我记得好像是 他们这种大一点的品牌 就喜欢干嘛呢 你说过我 我说过你 把这个都收到自己的牌子下面 据说樱花的那个固体彩线 就是配方是借鉴了荷尔白银 我记得应该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 也可能是我记错了 马可被承光收购了呀 对 大鱼吃小鱼 哎呦 这个话说的真对 我和天使有个约会 你像水彩颜料 也许也有很多品牌 各有各的优势 这些颜料你们不懂的话 但凡想买 我真的建议 你可以先问一下 我们的小助理科夫宝宝 你先问一下 绝对不亏着你 因为反正我们也没得卖的 咱们目前优化的店铺里面 只有一个市场的彩线 一个易亚 易亚的话是一个国产品牌 但是它的 嗯 这个很尴尬 它说是说是一个德国品牌 但是在德国都没有厂 厂子全部在中国 易亚这个彩铁比较好用 我们店里面只有 只有刚刚的那个市的楼 就刚刚这一款 还有易亚 还有绿灰 只有这三款 这三款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同等价位里面性价比很高 但是你们想买其他品牌的话 就可以问一下科夫宝宝 因为我们反正没有 肯定坑不着你 好 这里上次你们会发现 我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运笔 好 在上次的时候呢 这一块颜色浅一点点 它是一个小水的一个反光 国内企业去收购 批力码 我记得前两年有传闻是说 卡达把三幅批力码收购了 反正是瑞士的那个卡达 跟三幅批力码 我不记得是谁收购谁来着 就有传闻 反正他们两个是互相收购吧 有一个收购了一个 具体的话我没有关注过了 三幅批力码这个财经呢 咱们画画 抄写实还可以 但是太不耐用了就是 而且这边经销商一旦谈妥下来 到时候他们的合作的政策 也不知道怎么变 如果说一旦把价格抬高 真的超级不划算 因为它非常不耐用 消耗很快 那补单只 你要一支支的补的话 那补起来那都是钱 那我的建议就是 把你的投入都砸在学费上吧 好好学一下 加入系统班 加入VIP班机 好好学一下 用什么彩签都可以画一张好画 好不好 这个硬广值不值 好的话就敲一 技术在这儿 你即使是拿红灰 拿马可 也可以画出一张写实画 这就是技术 要去拍照是吗 对 无缝斜接 我觉得这个时候敲一的有点不妥 应该敲个六 把我的手给你 给你 拿这把 这个小黑手以后就是你的了 你的手配不上笔 不 你要这么想 你的笔配不上你的手 大部分都是属于什么 一看就会 一画就废 你看刚刚这个水龙彩线 我给你们试一下 就我的 我的试的楼 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这个是红灰吗 这个是红灰 然后看一下试的楼 看得出对比吗 看不看得出对比 这个试的楼特别好 一个是笔心很细 接着就是它会有一层白色的保护层 那笔不容易断 平常随便摔一下呀 打一下都不会碎 而且笔尖很细 可以削得很细 细腻度非常好 纯度也很高 价格也很实惠 这一款采签 我感觉又换应该是价格最便宜的吧 因为这款采签 拿货量我非常高 这个这款采签 当时它改新包装之后 咱们优化是第一家上线的 所以跟它的品牌商有固定合作 每次拿货都是一千分一千分的拿 完全是属于给大家带货 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细腻 我应该是优化是全网最低 我个人 因为我很长时间没在网上看了 但是我们定的价格是 我们通常优化的商品定价 首先是 先会去谈这个价 如果说谈完之后 进价 首先是会在网上搜最低价 然后最低价进货 因为我们通常会比网上最低价 要便宜个两三块钱左右 太便宜的话肯定也拿不到货 然后如果说能拿到货 只要不亏 就会上这样的价格出给大家 当然这是一些大品牌的东西 那如果说是我们自己的产品的话 价格就特别便宜 我们自己的毛笔 你们如果说学国画的就知道 优化的毛笔还有纸 都是很很好用的 很好很好用的 因为国画材料是一个大坑 很难买到 比如说毛笔掉笔 毛笔掉笔 毛笔掉毛啊 然后宣纸晕墨呀 吸水性不好呀 这些东西买了都退不了的 你宣纸这种东西买了 几乎是退不了的 一刀就是100多张 100张 好我现在就是拿绿色 我要用一个偏向于橄榄绿 或者草绿色 把它这个底下的绿色给画了 比也是要削尖一点点 我们又画的画材的宗旨 就是只要不亏 没有太多 没有太高的报复 也没有什么梦想 没啥出息啊 哎呀我的削笔刀断签断在里面了 我稍微敲一下 我在敲笔 因为我的刚刚笔心断了 它卡在里面出不来 转笔刀这种东西可以很暴力的使用 不要怕 断签之后你不把它敲出来 这个转笔刀就用不了 最近国内几个新兴兴起的品牌 有水彩颜料的 有彩迁颜料的 彩迁的 反正很多 因为我上一次不是去上海的那个博览会吗 是画材的博览会 然后我就发现做一个品牌太简单了 如果说是做博览 那些博览会上面好多厂家 就是那种代工厂贴牌的 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嗯也是 也就那样好 但是可以找到很多那种代工厂 有很多厂家 或者品牌方 就是给人家贴牌 采迁好多 现在最近网上好多那种各种各样的品牌 新一点的画材商 但是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用 中国有优势的是国画材料 这是中国的优势 但是相当于这种外来画种 西方的画种 确确实实还是一些国外的品牌 好用一点 暂时这两年设好 有可能期待咱们中国的厂家 然后品牌可以发发力 做做科研 能够把这个画材拉高到一个高度 但是因为画画这个方面是一个小众市场 我感觉也难 温柔点 这个颜色选择 因为想一下 湖底的颜色 它的绿色不能很艳丽 所以你选颜色的时候 要选那个稍微暗一点点的绿色 好吗 那我是选的稍微 这个颜色是咱们的色号的话 是266 这个色卡你拿走了吗 好看到了 这个是咱们的球球老师 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色卡 120色的绿灰色卡 如果说你们需要自己有绿灰的话 你们可以去今天的公众号的文章去看一下 然后我今天用的这只颜色是266 是这只颜色 看一下 这个是橄榄绿 它比橄榄绿浅一点点 看到了吗 是这个颜色 今天的公众号有发这个文章 好像是教大家怎么做色卡的吧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 对人家的画材都是百来年的那种老厂 可能几百年 百来年的厂子 所以确实人家的画材有一些优势 但是这两年外贸呀各方面啊 就价格也很贵 画材的价格一年比一年高 那个时候你像史明克呀 像这些材料 以前价格都很便宜 看着看着就涨价 看着看着往上涨 搜一下优化 今天的推送 今天的推送看一下 看一下推送 120个色卡 教的是如何制作色卡 你们看一下 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吗 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后面看到的同学 可能今天推送看不见 你们可以回复 在这个文章回复色卡 让燕子老师到时候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词 应该可以搜索掉 色卡 看看能不能 哎 有 这是谁采做色卡 到时候再加一个采线做色卡吧 你们如果说想要一些什么样的关键词 我们优化 在原创 教程这一块 还有知识点的普及上是做得很到位的 你们都可以搜索 比如说混色笔 有一些工具材料不是很懂的 我们都有出过教程 混色笔呀 压线笔 直接回复就好了 记住了吗 优化是你们一个资料库 是你们免费使用的资料库 你们想要的很多的干货文章 还有品牌介绍 等等都有 还有教程压线笔 这是我们采线的压线笔的使用 比如说硫酸纸啊 硫酸纸 拷贝纸啊 都有的 记住了的话 敲一个666 还有透视啊 一些这种属于小白最基础的文章 应该都是有的 高不高级 厉不厉害 棒不棒 这都是对你们生成的爱哦 对你们爱的生成啊 像这些东西 可以说是全网最干 最干的了 非得敲一个七七七 真皮 你们的一个随时可以拿着用的资料库 不要客气 通通拿走 这都是优化的隐形技能 一般老粉们都是知道的 反正有啥事你们都记得多多问一下 多骚扰一下客服宝宝或者小助理 尹恩老师跟小水老师 你们多骚扰一下他 买什么东西都可以问一下他 有一些可能内部优惠啊 或者说内部价格的话都会告诉你们 因为咱们的东西呢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冲突 人家品牌方在网上是有空价或者限价的 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在网上挂出来 但是如果是咱们的学员的话 你多遇嘴 可能就能省点钱 好不好 哎呀 谢谢你这小嘴甜的 国内采迁品牌如果有幼化的精神 就不怕好 其实我们画材这一块确实技术要求很高 采迁有很多次厂家有联系我 说要不要做这个贴牌的采迁 还有水彩颜料 只要我们想做 如果说不在乎质量的话 是很好做的 就等于是拿着粉丝卖钱嘛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做 好 两头青中间重 想要做采迁或者做水彩太简单了 太多的厂子有做这个东西了 但是东西不好 也就是说能坑大家一次 以后再也坑不掉了 不能这样做事 做这个时候事不靠谱 对 多学 多问 多问几下 肯定吃不了亏 上不了当 我们这一堂课真的是练线条无敌了 好 如果说练线条 横线线条画的枯燥了 你可以干嘛 你把画板稍微竖起来一点 你就可以干嘛 练竖线 可以吗 可不可以 行不行 有没有问题 无聊吗 觉得练的 一般来说 横线是最好画的 画横线是最简单的 画竖线跟斜线是最难的 对 砸牌子的事咱不能做 好 靠近这个中间这一块颜色 我们就绿色稍微重一点点 因为旁边渐变过去就是蓝色掉了嘛 所以旁边的线条一定要两头去中间重 这样子我们回头蓝色衔接的时候 它才能自然 记住了吗 要让咱们的画面几乎是看不到笔触感的 好 现在画面会有点噪点 为什么有噪点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叠色的时候 反反复复同一个方向 而且力度比较轻 它就容易出在噪点 那噪点怎么抚平呢 记住了 噪点抚平的话 通常就是拿一个 拿一个相对浅一点点的颜色 用力的去过渡 我现在先不过渡它 先把它的这些底色调的颜色先画了 先不急着过渡哈 这个噪点是可以压下去的 待会儿 有方法的 正好这几天可以绿线条 是的 画彩线条 画彩线还有画素描 线条都是很关键的 这就关系到你的房子 建的好不好 你的绘画事业 能不能够长久 能不能够成为大神 都靠着它 不要小看线条 好 这边过渡之后 我就开始拿蓝色 拿天蓝色 天蓝色 削尖一点 对 绿线条要坚持 嗯 因为画画 如果说你单独真的只绿线条 肯定会无聊 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 风景画来代替绿线条 这样子的话也会好玩一些 是不是 没有那么枯燥 好 这里对线条的要求就很高了 线条不能出现一点点噪点 噪点是啥呀 就是用摇摆点 或者说线条有一根很强烈的效果 都不可以出现的啊 都是很虚的 很轻的线条 衔接在一起 这个线条就会有一种 类似于半透明的效果 看得到我的线条很细吗 你看这里不小心 记得一根画重了 干嘛 赶紧衔接一下 画重的是有方法去调整的 画着画着就想偷懒 这个懒偷不得动 偷懒效果就不好了 尤其是女孩子 我们在场听课的 有多少同学是女孩子 是女孩子的话敲一 男孩子的话敲二 如果说是女孩子的话 你这个线条练好了 到时候画眼线就不手抖了啊 画眉毛也可以画的对称了 美术学好了 化妆就会了 那个敲三的是啥 请问敲三的是啥 非男非女 还是一男一女 是不男不女 还是可男可女 皮的呀 好 看一下画面 这个画面随着我的这层蓝色 慢慢地铺上去 你会发现 这个颜色就会显得越来越细腻 那铺这个蓝色的时候 注意我的运笔 其实我在不停地转笔 因为这个排线条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它就是在干嘛 在磨笔 在你的纸面上进行摩擦 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颜料给磨掉了 对不对 相当于就是把颜料磨掉了 那你磨这个笔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磨完磨完 这一边就尖了 那一边就凸了 是不是 那如果说有凸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转一下 把它转到尖的那一面 记住了吗 记住的话 敲音 你磨笔肯定有凸的时候嘛 所以要不停地旋转笔尖 让它尽量时时刻刻地保持在一个很尖的状态 好吗 这个话又想抽奖啊 为了化好妆才报的YP 你们也太棒了 我的一些风景画都被你们要完了 都送完了 想要我的画的话 下次让我们的山阳老师 然后在微博上抽几张画好吗 抽几张复刻画 可以吗 知道什么叫复刻画吗 就把我的画的元件 高清扫描 扫描之后 再找那种 打印效果非常好的垫 把它复刻下来 这个过程要求高的就是对 一个是对复印的机器 还有就是对你的画的原作的扫描 色彩的还原度 可以吗 我上次我在微博上就抽了几张画送出去 我觉得效果还很不错 我上次打印了又 又打印了好几张 这个画超级好看的哟 我看能不能给大家找到图片 你们找一下 优化的微博是优化教育 记得关注一下微博优化教育 因为微博上经常有抽奖 为什么你每次抽到是画财 你能抽到奖都是很厉害的好不好 我每一次都没抽过奖 因为每一次抽奖我自己会去抽 永远都没有中过奖 那上一次就是送的这张画 包框包油 一个金色的框 我觉得金色框还蛮好看的吧 是一个金色框 送的这张画 效果还蛮好的 然后后来我又复刻了几张 我觉得效果也很好 大家看一下 我看能不能找到 每次感觉我找不到 我记得我拍了个视频的 对这个看一下 这一次的话可以下一次让 沈阳老师在微博上抽这几张 这两张画还在哦 这两张这个蓝色的跟绿色的 好不好 那我们向老师安排上可以吗 优化的话因为经常会扣劳大家 为什么要扣劳大家呢 因为咱们优化能走到现在 能够发展的还不错 全是仰仗大家的支持 大家帮我们积极宣传呀 还有对于我们课程的信任啊 这都是因为大家才有优化 所以优化经常会做活动 经常会有粉丝的活动 B站 微博 公众号 还有我们小助理 小雪老师和影儿老师的微信号 经常会有活动 扣劳大家 对 不是扣劳吗 啊 丢脸丢脸 好丢脸 扣劳大家 对 再优化什么 爱情跟画财都会有的哈 面包跟画财 活动这个东西 主要是要自己多关注 以前是好朋友了 Merry每一次都种了花财 我听说上一次是说 种了花财你都不要了是吗 你现在下一次要是再种了花财 如果不要花财的话 我就送你一张画好不好 Merry Merry她的微博也是叫这个名字 你们如果说想要跟她互动 的话也可以关注她 Merry是咱们又画的王牌YP 什么叫做王牌YP 知道吗 看看她就知道了 八个木木 对97好多木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97的YP里面有好多个小爱啊 木木 可能大家不知道木木这个梗啊 小爱也是 97好多个小爱 好像有两个吧 87也有个小爱 因为我们有个老师是叫小爱 好线条超级细腻 也拍死我了 继续拍 没有人叫波波 可能这个名字取得比较偏吧 经常有一些比较有文化的学员会来告诉我 波波老师 你这个名字应该是念谱 在姓氏里面他不能叫波 经常有一些有文化的学员会告诉我 然后我说我不管 波子好听一些 我就要叫波 什么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的就是 我不管 反正波子好听 我就要叫波 还有人叫我普范 普范我觉得好难听啊 这个话 话完之后肯定会有路波的 奶茶 绝对会有的啊 路波的话也是关注 又话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好 笔真的有点凸了 就可以把笔稍微立起来一点点 立起来一点点 它现在就可以画尖一点点 当你的笔发现有点粗糙 有点凸的时候 把笔立起来一点点 我姓肖 然后单字一个零 我本名叫肖零 播范是我的义名 算义名吗 网名吧 这不做线上教育 总得有个网名 才能应景嘛 对不对 你说你要叫我肖零 多尴尬呀 在网上 没有 玲珑的零 因为我这个名字 重复率太高了 我老家 你知道老家姓氏 都是一个村上都姓肖 我当时读初中的时候 我们学有三个肖零 同一届 我们班上有两个肖零 然后我的名字 就被改成了肖零龙 是不是很酥 是不是很酥 然后我一度被叫了肖零龙 叫了一年 让我到现在都有人 有人叫我肖零龙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网名 一定要起一个稳一点的名字 我不能要用这个名字了 一定要起一个稳一点的名字 然后就叫了播放 播放没啥意思 纯属好听 纯属字面上漂亮 就刚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每次自己说自己的名字很奇怪啊 就很奇怪 叫肖零 然后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不是高 我初中的时候就跟那个肖零是同伴同学吗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后面有的时候经常跟我朋友聊天就聊到 我就说我前两天去肖零那里干嘛干嘛干嘛来着 然后就说 你不是叫肖零吗 你怎么了 没有没有 我有个朋友叫肖零 名字一模一样吗 对对对对 那你叫肖零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不奇怪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对答 以前自己的姓氏 我以前有一天 那个时候读初中 在上课的时候就想 哎呀我姓肖 以后别人叫我肖老师 我觉得好奇怪哦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这么想过 就念自己的名字 觉得好奇怪哦 幸好我是从事的线上教育 有没有从事线下 对 咪股已经远去了 还有人记得咪股 天哪 咪股也是我的陈佑铭 是不是好多同学在网上有听过咪股老师的视频 有听过吗 听过的话敲一个酒 好 因为图这层颜色真的很无聊 就聊了很多的闲话 这是一堂闹磕的磕 小怪兽 我自己奈花开 和亲 都听过咪股是吗 对铁粉 奶茶你怎么那么皮啊 哎 弹吉他是以前的过去式的 好久没练过了 吉他都已经送人了 好尴尬啊 好 这边 这边盒的颜色会稍微重一点 注意一下 就这个盒的话 它两个角角的蓝色颜色会重一些 所以你看我现在如果说这两个角角颜色泛白效果不是很好 发现没有 那一定要记住 这两个角落的颜色千万不能忽略了 画我们一般画画的时候 四个角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画什么 画四个角的尽量不要留浅色 留浅色的话效果不好的 尽量把角角的颜色稍微加重一点点 记住了吗 这个角角上颜色稍微重一点点 看我的手 这个线条画的又直又长 又直又长的线条 有一个座子也叫播放吗 真的吗 那我又去看一下他的书 快速一点点 提速 是不是看着排线看着贼爽 一般看别人画画都是挺爽的 很治愈 好 这里的青色要加多一点点 青色可以力气大一点点 力气大一点 把这个噪点可以抚平 因为这个青色颜色很浅 这种很漂亮的青色 一般也就好一点的采线里面才有 因为这种颜色很难做 这种颜色的制作工艺比较难 它这个横的笔触同样也可以表现水波的 波纹的感觉 好 这一层右侧 左侧这一层的颜色通常会浅一点点 看一下看一下画面颜色会浅一点点 所以我用这个青色用力的过渡一下 用力的过渡之后 它会有那种像是水面抛光的效果 有吗 有的话敲一 听大道理都觉得舒适 啥大道理啊 这一层水面的颜色 非常的光滑 那这种光滑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用相对浅的颜色 那这里就会有感觉是被磨皮的效果 这里就没有磨皮效果 有这种感觉它翘影 这是怎么来的 就是用浅色好 相对浅的颜色 用力的去过渡 记住是用力 记住的是用力 好 过渡完之后可能还会有点白色 因为它的颜色没有这么艳丽 白色过渡 也是要干嘛 要用力 这样子才会有水面的效果 好 这个水面换完之后 其实我感觉画面有一点点这种 绿色调的感觉 那我干嘛 我可以拿黄色 柠檬黄 用力的 或者说你要颜色觉得颜色太深了 你就轻一点点 用柠檬黄在上面过渡一层 有感觉会有这种反光的效果吗 这个颜色 叠色是这样子一个顺序 先后顺序不要搞错了 先后顺序搞错了 效果就没有了 柠檬黄加蓝色 它就是绿色嘛 那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纹路的话 它就是可以暗示水的 水波的纹理 暗示一下水的纹路 好 这个时候我们普安老师又要拿过去 拍一下过程图 刚刚说包框的复刻画是多大 嗯 是 八开 加上框的话 差不多有四开那么大了吧 四开 没有四开 八开 八开很大了 反正是挺大的一张画的 你如果说一个餐厅挂一张画就够够的了 或者房间里面挂一张就够了 挺大的一张画 八开大小有 直播的时候光感都没有那么好是吗 每天晚上优化 公开课一般是固定在周天或者周六 大部分的时候是周六 周六来准在哈 周六来 嗯如果说没有看上录播的话就可以 每时候看上没有看上直播 你就可以看录播 幼化教育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录播 奶茶是第一次来吗 对周日偶尔有公开课 因为最近小爱老师比较忙 小爱老师在准备下一期风景课的一个课程 相对忙一点就没有给大家准备公开课 下一个月的话应该会有速写的公开课 你们可以来听一下 速写公开课画得可好看呢 教大家拿手上 一些手边的工具就可以画一张快速的速写画 好这些绿色再过来衔接一下 蓝色还要继续加重 这里我是加青色 嗯对下一个月应该会有速写课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是速写课的话是试听课 嗯优化的公开课一般通常是采迁 或者由我上课 优化是水采也可能会我上 油画肯定会我上 因为排公开课一个是免费的嘛 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都能够免费学习 那么其他的课程 因为其他的课程老师要负责 YP的课时间上会紧张一点点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上公开课 因为我们的排课 咱们优化不是通过公开课去招生的 现在的线上教育公开课 它是有一定是会有招生的 性质的或者目的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每一天都会有 但是优化的公开课你会发现 上课四年以来从来没有上过重复的内容 没有上过没有画过重复的画 有发现这个事情吗 有发现的话乔一 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是把它做成一个 纯粹招生的课程 但是如果说你不招生的话 你吃什么呢 喝西北风呢 是吧 那我们的YP的老师 主要的负责的科目是YP课 那每一周是有两堂YP课 那其他的时间要干嘛 每一天都要在学习群里面 给大家指导课程 指导作业 所以时间上就不允许过来 给大家上一堂公开课 而且因为上 我们上线上教育的课程比较特殊 大部分的课程都会在晚上 那我们优化的小可爱小伙伴 如果说每一天都是上晚班的话 就跟我们创建优化 当时的目的有点违背 因为当时创办优化就是因为 我跟下班老师确实很喜欢线上教育 但是因为线上教育的特殊性 大部分的机构都是下午1点钟上班 上到晚上12点钟 那长时间这样积累下来 身体肯定会受不了 不仅仅是我们俩的身体受不了 以及小伙伴的身体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不期望如果说在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企业 我们的老师会不停的更换 因为当你的身体受不了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离职 选择离职之后呢 那你就会有新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过来上班 熬个两三年通宵 熬不了了就走了 对熬夜很不好 那在这种大环境下 我们创办优化就是说希望 A优化能够正常做起上班 尽量少熬夜 那我们对我们的老师要求 一周是不超过两个晚班的 不能超过两个晚班 那么如果说除了固定上两个YP课之外 如果说长时间上公开课 身体吃不消 这是我们为什么其他的课程 没有过多的排公开课的原因 对你们要好 对咱们小伙伴也得好 不能只对你们好了 不管其他人死活了 对不对 所以通常咱们的公开课 一般是在周六或者周天的晚上 公开课的采迁 采迁由我认课的话呢 一般是固定的 这么多年 总得帮大家一下是吧 总得好好教一下 就稍微辛苦一点点也没关系 但是其他的课程 一般偶尔就会排一下试听课 那试听课因为我们的老师 平常很少上公开课 并不是一个熟练的公开课讲师 因为公开课 作为线上教育来说 公开课你肯定是要做营销的 你肯定要是做课程介绍的 那我们的老师肯定不擅长这些东西 那我们通常就是一个YP的试听课 就真的会以一个YP的姿态 或者说上课状态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试听 你们要是觉得好的话 也可以加入进来 如果说觉得 也可以过来 就是想过来了解一下 是吧 想过来了解一下 那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咱们优化的公开课 跟YP课的一个课程安排 以及我们的原因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敲一个6 那下一个月的话呢 睡皮老师这边 给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可能会上几节 速写的一个试听课 你们想学习的话 都可以了解来一下 抱不抱面都没关系 都是一个学习 可以挣扎一下 自己的见识吗 很多腾行都不可思议 说我们的上班时间 我说我们上班时间 是朝九晚五 说你们晚上不上课的吗 我说我们一般 晚上就上两堂YP课 他说你们都不上公开课的吗 你说不是很需要 平常一周固定给大家上一次就好了 就给大家一些回馈啊 一些福利 但是不会太通过公开课去招生 然后他说 啊那你们怎么招生啊 我每一次在应聘的时候 应聘讲师的时候 都会要把这个话全部解释一遍 这个是公开课要好好上的原因 因为我们不同国外公开课招生 都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给我们一直在很积极的 给我们做课程介绍 帮我们把优化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啊 身边的亲人嘛 都是因为你们的存在 所以优化才不需要每一天上公开课 靠的是口碑 对靠的是口碑 因为线上好业可能你们不是很了解 就是线上好业 我们是一股清流 也是一股奇葩 招线下的吗 暂时不招线下 还没有开设线下 因为画画在网上学是最好的方式呀 线下学还没这么好呢 用这么好的方式去学的话 干嘛去没那么好的方式 对靠软实力 是的是的 说的很对 哇你们好专业哦 我都没有你们这么专业的名词 各大网站 真正有营养的公开课 视频只有优化 爱牛 爱牛 天地一哥说的 这是我们天地一哥说的 不是我说的 好我这边在用力的上面 再过渡一层蓝色 过渡一层蓝色的时候 你就发现水面 这种有造点的地方 慢慢会被抚平 那我们水面的效果 就会越来越光滑 越来越剔透 是吧 对 线下你比如来回有麻烦呀 然后你坐车呀 可能也不是很安全呀 因为线下的场地费用比较高 一般上课的话也不便宜 还有背着工具也麻烦是吧 好这边我就要画小海草了 小海草的话我使用的是橄榄绿 画一些稍微碎一点的小草 那这边就是一根一根画就好了 用一个稍微重一点点的橄榄绿 这个水草的话 它会往一边倒 那我们在运比的时候 就往一边倒就好了 水草的话一定要力气不要很大 稍微轻一点点 那这个水草 它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的交错 你把这种交错感画出来就好了 对一周一次有品质的课 是的 当时优化我们定下来 定下来说公开课不重复的时候 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质疑 或者说不建议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行嘛 有些很好的同事 就说啊你这样子 让人家不会报YP了呀 你每一次 你每一次上课都上新的 人家就不会来你这付费了呀 那你们怎么活呀 就是我觉得这种 其实这种想法是很蠢的 首先 首先咱们学好画画 能不能学好的问题 其实不在于有没有老师教 有的时候我自学 可能看视频 或者说看书也能学会 是吧 也能学好 所以老师有没有老师教 这不是根本问题 能不能学好的 重点问题就是有没有老师知道 当你在发现问题的时候 你去找谁 当你不会画的时候 你画面进行不下去的时候 你怎么办 这才是你是不是学会的 学会的关键 你们说是吗 觉得是的话乔一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说有把希望寄托于 自己看看视频 就能学会的 学会的这个事情上 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人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你 我要改正你这个思想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真的想学好 那如果说 我仅心只是做一个 我没有想说要学好 我只是说喜欢画画 我比看 看人家主播唱歌跳舞 我喜欢画画 我希望看一下这样的直播 那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 那我至少得保证 咱们得有点内容吧 是吧 你不能老师天天画一样的东西 一般来说能懂的 他肯定就会来学 那如果说咱们教得好 咱们愿意教 还这么耐心的教 如果说哪天想学习 或者亲人朋友想学习 你都不推荐来优化 那也不可能啊 这个事情几乎不会发生 你们说对吧 那么在绘画内容上 我就说 你就不用怕呀 你怕啥呢 你怕啥呢 是不是 你不管是画不画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你重复 重复教学 重复教学只会让你掉粉 我今天来看你画这个 我明天看你来画这个 那我干嘛要来看呢 我时间有多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 反复画一样东西是什么 没有实力 讲是本身是没实力的 他又只能怎么干 怎么办呢 去背 死即硬背 画一张画 然后每一次都 弄一样的东西 实力也是一个考究 值得怀疑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我不相信大家都蠢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我记得是谁说的 就是说 不要觉得别人比你蠢 只是别人哪得跟你计较 如果说你把别人都当傻子 尤其是把你的客户当傻子 你迟早得输 输得体不完肤 迟早的事 但是不排除那种人 我就是等着输呢 我就是等着把这钱挣完了 我就跑了 那就只能自认倒霉咯 对啊 你们可见着呢 一个比一个惊 猴惊 这堂课的废话说的真多 但是确确实实有点无聊 不说话的话 怕你们睡着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多废话 但是作为一个基础 练心条的课 咱们大概就是这样了 关于用色 同学说 有同学说 我用色准 用色用得很准 用色 用得准的话呢 我建议你的话 是学习一下色彩理论 其实画画是有套路的 什么颜色该用 什么颜色不该用 什么颜色调 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 它是有套路可循的 如果说你想学用色的话 还是要专业 学一些色彩理论 画画用色这方面 一定是有方法的 就像我们这一次 这一次不是咱们 新招了一个书法老师吗 书法老师长得特别可爱 然后我正从跟他交流之后 我就发现书法这方面 有好多误区 就那天我们的影儿老师 拍了一张我们书法老师 在那写字的照片 然后因为我们书法老师 手特别小 这个我觉得我要透露一个 就是书法老师手特别小 因为他他这个人 特别特别的小巧 是应该说是幼化最小巧的 然后他的手 就像婴儿的手一样 特别小巧 他因为在写小凯 在写小凯 然后他的握笔姿势 就特别靠前 他可能是这样握笔的 是这样握笔的 就拍了一张写字的照片 就这样握笔 是不是没有学过书法的 就觉得这个握笔 怎么能这么握笔 有这种 目前有这种心态的话 敲个音 就这样子握笔 这样子 还有一个毛笔 他这样子握笔 特别小 握笔姿势特别靠前 因为他在写 那个小凯 而且他平常自己 写字就是爱怎么拿 怎么拿 然后当时 朋友圈就有人说 这个老师的握笔姿势 有问题呀 这握笔姿势都不专业呀 可是当我跟我们的 这个因为有一些握笔 就是觉得这样子 才是握笔 书法就要握这样握笔 书法就要这样握笔 这也是一个知识点的 一个扫盲 其实说法握笔 没有说绝对的正确与对 只是说一般入门来说 这种知识握笔 是最常见的 也是用的最多的 因为这个姿势 可能他在练习起来的话 可能更加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知道的是书法 古轮的书法里面 包括历史上可以查到的 还有这样的握笔姿势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单勾吧好像是 甚至还有这样的握笔姿势 还有这样的握笔姿势 以及还有这样子的握笔姿势 那我说我长见识了 要我的话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 这个握笔姿势才是OK的 好 以及咱们书法老师就说到 就比如说我们书法 这一次排课 就是从一个什么 什么质什么勇的体开始入门 我说啊 书法不都是从那个颜体啊 我觉得我小时候练是什么 练柳公群啊 颜真轻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老师就说 这个四大体 一般因为它的知名度比较高 但是它也很难 如果作为兴趣爱好 用这个去入门的话 是很难练出来的 他说怎么打个比方 就是说这个字 四大体已经做到了 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水平 它每一个字跟打印的一样 端端正正的 那如果你从这些字入门练的话 太难了 你想练出 从入铁到出铁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时间周期就会很长 在教学上面 其实不是很适合 因为线下教学 小孩子或者说一般成年能学 都会从四大体入手 是因为这四大体的知名度很高 所有的小白都会觉得 这就是应该是书法正确的入门方法 但是书法是没有正确入门方法的 没有绝对的 然后在这个课程安排上面 我们这一期的书法课程 对对 智永迁 智永迁 智永迁自文 对 哇你知道 你懂 我就是知道智什么什么来着 我不懂 他就说 那这个体的话 我们从入铁开始练 再到你三个月毕业 在短时间以内 它可以让你训练出来 你有掌握基本的书法知识 然后自己能够领铁 自己从其他字体就可以领 以及会教你一些套路 就说白了 就是套路 画画是有套路 用这些套路 你可以去创作一些作品 这些作品 你到你审里边 或者说到单位去参加一些比赛 都是可以拿奖的 画画它是真的是有一些技巧 这些技巧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因为写了这么多年 画了这么多年 总结出来的 是不是长见识了 我就说 我这个书法不是要练十几年 几十年吗 他说那哪能行呀 有一些人就比如说那个斯大体 人家一辈子就练那一个字 都没办法超越人家古人 你别想着说 你练几年就能超越 但是如果说 你想获一些奖项是吧 拿一些 拿一些可能 面子上 或者说 文书上过得去的一些名头 还是很简单的 我们这一期的书法课程安排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排进去了 立完之后 你就会创作 就会自己 自己领铁 包括自己练习 以及参赛都可以 我们这书法老师就获得了好多个奖 简历上的奖项一大堆 是不是长见识了 我也长见识了 我也第一次知道这些事情 我知道了 手我都惊了 我说还有这种操作 那太厉害了 这个水草你往它一边倒 画的随意一点就好了 看到了吗 一边倒随意一点 然后有一些交叉 不要全部像个 像个排排站一样不行 不要画得太整齐 比如说你要画得太整齐 是怎么样子呢 你每一个都这样 哎哟 你看你画得太整齐 你全部这样就很丑 记住的话 翘一 你每一个很整齐很丑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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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倒一下 到处倒一下 好看一些 不要这样子 这是错误示范 我很佩服那些字写的好的 我觉得练字 对我来说 我就是狂暴增 一练字我就想撕掉 我超级佩服字写的好的 好 注意一下 这个水草呢 对一只重一点的棕色 比较重 中间的地方花重一点点 然后靠近边缘 看不见了 就没有那么清晰了 你就可以画得轻一点点 这是一个处理的一个小技巧 记住了吗 你看 边缘我就轻一点点 看到了吗 这些往外走 这些草 这些小草 我看不见了 OK吗 好 这个草画完之后 第一层的浅色 在这上面干嘛 就造一层的蓝色 蓝色 青色 用力 就相当于把这个水草 封到我们蓝色的水下边了 那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一定继承蓝色 一定要最后化 青色 蓝色也可以 记住了吗 记住的话 翘一 这里是不是有感觉 封在水下的感觉了 有的话 翘一 喜欢绿书 绿书是绿吗 对 因为这个签字文 我听林牧老师说 是因为它是有点偏形凯吧 就练完之后 实用性很高 比如说你的钢笔字 然后你练形书跟草书 就能衔接的上 因为凯书也是比较难练的 正凯字是比较难练的 实用性很高 你们比如说字 可能写的不是很好的 想要训练一下的 都可以通过这个书法课程 进行一个特训 集训 好 看这一边 是不是就有了一种 海草被束缚到 湖水下面的感觉了 有了吗 这个步骤很重要的哦 记住了我的步骤吗 其实这个水草就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水草 画在上面这一层就不行 画在上面这一层 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记住 下一期彩先画什么 下一期彩先 秋雪老师强烈推荐我 画那个 画老鼠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哦 哎呦 莎莎你好懂哦 妈呀 从绿书练起 那不练死去啊 你是说我下一次公开课画什么 还是说是我下一期VIP课画什么 我直接就是理解为VIP 那个公开课上课 然后有同学说 我三月份的人物班 对 VIP的话是三月份 人物班 每年大概会开两到三次人物班 好 这边也是青色 画上去 用力的画上去 用力啊 记住 用力把它抚平 把线条抚平 现在优化也算齐了 基本上你们能想到的书法呀 国画呀 采迁呀 水采呀 油画呀 抄写石呀 都有了 速写呀 速描呀 都有了 还能想到啥话 都可以安排上哦 我们也非常的知足哦 只会涉及绘画这一块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问过我 比如说说 咱们优化人挺有经验的 线上教育也挺懂的 为什么不做一下其他的行呀 除非以后咱们 优化 画画已经到头了 就会考虑做其他的 现在画画这一块 我感觉还没有做到最好 还要努力 没有心思做其他 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至少在画画这里头 咱们得做到线上最专业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在线上美术里面 咱们不求最贵 也不求最便宜 我们要求是我们的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 是最好的 而且是最专业的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M的目标 即使有一天成了最好最专业 最好最专业 最好最专业 也不会是最贵的 绝对不会 因为优化就是有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起来的 不可能有一天走到高度了忘了本 因为优化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喜欢画画的人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学得去画画 不会因为价格昂贵而在门外缺步 诶念质量吗 我喜欢念质量 就像我们那会儿就念画室 我就喜欢念画室 这个问题我感觉 争议过很多次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就很多同学就念画室 有些人就是念画室 如果说有一天优化成为了一个很贵的优化 那就不是当年的那个优化了 因为咱们靠口碑相传 靠学院的相互推荐 至少说在广告费上 咱们这笔钱就省了 省就省在你们自己身上的 你们每帮我们推荐一个学员 帮我们介绍给一个你爱的人 那就相当于帮你自己省的钱 你们说四不四 省的广告费呢 肯定就什么成本就低啊 成本低的话价格肯定便宜一些 不可能会贵到那种程度 四四的 对就差小船了 先不急哈 先把这个湖面画来 这个草这里不要画太突兀了 画的太突兀不好看 好 这块颜色这里 请先来一点紫色 为啥呢 因为天空这个地方有紫色啊 它的那个天空的反光 有一点点紫色 你不可以不画的啊 来一点点紫色 要来一点点的 看到这里了吗 它会有一点这种灰灰的效果 有一个黄山同学报名了 应该是第二个黄山的优化同学 你咋知道的 你推荐的呀 黄山 我特别我特别佩服那种喜欢爬山的人 因为我们办公室就有一个 你们知道国画老师 国画老师是秋夕嘛 他就特别喜欢爬山 可能是因为学国画经常出去写生吧 我是那种谁出去找我玩 要找我去爬山的 我真的会跟他绝交的那种人 我不是鄙视 或者是说对爬山的人不友善 是因为我的体力真的吃不消 我很佩服很佩服 超级佩服 我超级佩服 喜欢爬山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我就是那种出去玩 我一定要在酒店去躺一个晚上 躺一天那种 我喜欢去海边 在沙滩上能躺就躺一天 对因为懒 哦 Mary还有这个天使 真是天使 鱼河也是爬山 我天哪 梅杨谢谢你 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学员 对 我真的是 秋夕老师 我感觉他真的是把国内 比较有名的山 感觉都爬过了一样 超喜欢爬山 我最喜欢的旅游就是去海边 在沙滩上躺一天 啥地方也不去 要不就是在酒店躺一天 这是我超喜欢的旅行方式 不好 大家不要学我 我这是个反面教材 请多像我们的Mary 还有刚刚 还有上面谁来着 已经跳过去了 我都忘记了 还有天使 请多像这些同学学习 不要像我学习 我是个反面教材 好 这边画的差不多了 湖南比较有名的山 的话应该是张家界吧 你们有出过张家界吗 张家界真的是个好地方哦 有时间可以过来玩一下哦 张家界是个好地方哟 好 现在我就要画小船 小船因为 因为这个我怕他 把他画脏了 所以我是敲咪咪的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呢 在上面有给他 给他粘了一个 一个纸胶带 这个纸胶带呢 它就会让我的画面 变得干净很多 轻一点点哈 撕胶带的时候 要不就可能会把这个纸给撕坏 就是啊 妹妹你说你爬山 你还爬山 我永远不相信 太不像你的作风了 好 那么小白船 换小白船的时候注意 因为小白船上有一条黑线 这条黑线你不要卡边 卡边上卡的很死 会很难看 这里我就得用一下我的一样 一样的话 它能尖一点 它细一些尖一些 画出来的线条好一些 留白页扛不住 扛不住这个笔这样刷刷刷 纸胶带是个好东西 人家用的用的好的话 真的超好用 我给你们看一下另外一张画 这个是我们下一期水彩课的 水彩课的会的就是 课题的内容啊 看一下 这个里面这个白塔 就是用的纸胶带的 看得出来吗 因为你天空大面积的铺色 是吧 还有这个边边 你留的话不好留 所以是拿纸胶带 把这个边缘都贴一圈 这个地方是黑色就没关系嘛 这个地方是黑色 你就不用贴 胶带贴到这儿 两边贴一下 然后把这里封一下 那么你画完 你的天空就可以随便造 造完之后把纸胶带一撕 你的这个小白塔 就特别漂亮了 明白了吗 纸胶带用的好 是在画彩千根 画水彩的时候 经常会用的 这个胶带的话 要用美纹胶 这个胶带也叫美纹胶 就尽量不要 不要用这种塑料胶带 塑料胶带不行 塑料胶带不行 一定不行 对 留白胶留不出 这样干净漂亮的边 这种干净漂亮的边 是用这个纸去留的 这是水彩风景 下一期的课题 最近小爱老师 就在画这些课题 画了很多画 我们的水彩 像我们的课程 一般都会提前 提前画好 或者说做好教员工作 看适不适合这堂课 然后才会上架课程 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看的 挺漂亮的 哇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 好过分 他拿一个鸡腿 举在我的窗户旁边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 好过分 在我的玻璃旁边 他拿一个鸡腿 举在那里 我这人我真的是 气死了 手里举着一个鸡腿 在我旁边站着 烧烤的鸡腿 我要曝光它 普兰呀 除了普兰还有谁 晚上在这陪我的 哇 气人吐血 好 继续哈 我说的这个黑边 注意看一下这个细节 我把图片放大一下 看一下 你看这个小船的黑边 你不可能顺着这个边缘 直接涂 这样涂出来的话 效果会很差 那我们要干嘛 稍微给它留一点点小距离 留一点点小距离 那这个留的这个小白边 你干嘛 你可以给它上一个蓝色调 就是可以给它暗示 是光芒的颜色 为什么不上橙色 因为橙色的话 后面看不见呀 对不对 后面那个跟橙色 接在一起 它就看不见了 所以你可以上一点点 轻轻的一个青色 或者蓝色都可以 特别轻 留一点点小距离 这样子画出来的船 它会好看一些 记住了吗 记住了没有 这是个小细节哈 然后接着干嘛呢 接着再画这个小船的边 黑色边 我这个拿的是易亚 易亚就有易亚的好 它的 它的笔可以削得很细 画出来的效果的话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 画小细节 它削得很尖 很细 画小细节的话是 非常好用的 好想吃 因为我今天晚上没吃晚饭 好饿 好饿 好饿呀 好我 好我 这是谁买的烧烤呀 有没有给我留一个 真的超过粉砖 留都不给我留 沈亚老师买的烧烤 请你们给我去 声讨它 讨伐它 男人 哼 我下课了 可以吃啊 我上课不吃 我下课了 我可以吃啊 过来男人 哼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你又抱了苏鞋啊 又想抱风景的是吗 好 我没有吃晚饭 不要再说这个事情了 再见 有劲了 有劲了 没有了 不是我去不去吃的问题 是根本没有跟我留 根本没有我那一份 不是你们等不等我 我去不去吃的问题 他们 你看他们说 老师等你 你去吃吧 太残忍了 请我吃 红烧肉的那一位 请把微信留下来 要报答 今年的猪价 真的是飙涨 今年不是猪瘟 猪瘟 据说好多地方的猪都死了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养猪的 我今年就问了他一次 我说你们家猪怎么样了 他就直接没回我 然后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 惹不起 不敢问 不敢问 好 黑色的画重一点 好 这条小白边 别留太宽了 千万别留太宽 留太宽 就不好看了 留太宽 就真的有一个白边了 把它加宽 第一下不可能 没那么画的准 你多画几遍嘛 我觉得不是吃不吃得起的问题 是不怎么敢吃的问题吧 应该是 会吗 反正我是不大感 好 这些投影是重色 投影的颜色很重 之前的倒影的颜色 也跟他加上 这边倒影之前 因为交代粘住了 没有来得及画 越画越恶 不要再说了 不要说 不要说这个恶字了 好吗 不要说这个字 好吗 这个字不要提 可以吗 是吗 今年冬天超级暖和 你们发现了吗 一不小心就暴露了我们的时间了 我们在厂上今年今年的冬天到已经到十将近十二月份十一月份了 十二月份都只要穿一个毛衣就可以了 这样的冬天请多来几个 好 有些地方颜色很黑 其他地方颜色就轻一点点 好注意投影的这个边缘要画的 要画的稍微的有长有短 看到这个小细节了吗 要画的有长有短不能全部画黑啊 它这个投影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好约是靠近它的 约是靠近 靠近这个边缘轮廓的船的形状 就越要画的这种 有长有短 一些 那这个是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水纹 水纹它有深有浅 看一下这个小细节 这是有深有浅 这个细节超级重要的 好 它的船的边缘 一定要有深有浅破一下 看一下 有长的有短的这种小线条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破一下 要不水的效果出不来的 要不就没有水的质感了 我们这里还没有降温耶 今年天气超级暖和 今年都没有买衣服 没有买棉衣 好 这个黑的地方颜色是极其重的 船这里稍微画多了一点点 拿橡皮擦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电动橡皮 给真是个好东西 这样都擦得掉 对擦得掉 这样都没有用 对擦得没有 对擦得过 对擦得到 现在我们有点 没有什么 你们有点 对擦得到 对擦得点 对擦得不到 是因为 是因为那个 暖冬的效应吗 是真的吗 威尼斯爆 威尼斯爆发了最大的 水面上升危机 真的呀 这真的是气候的变化 我还以为只是今年比较奇怪 冰水融化 肯定上升 我的天哪 那照这个速度下去 那还了得啊 这么热 咱们活在当下吧 且行且珍惜 好好爱护地球 注意环保 好 看一下好 这里边缘也是偏橙色调 它这个边缘的橙色 你将画的稍微的红一点点 要跟它的水面稍微区分开 看一下 这个边缘的橙色要红一点点 看到了吗 是不是稍微红一点点 要不就分不开了 好 这是它的一个逆光的效果 逆光的效果 好 这个里面都会有一点点这种红橙色 橙红色的色调 包括这个黑色的边边也会有这种橙色 橙红色色调都画一点点 它有两个小商标 你可以画也可以不画 看你自己的喜好吧 好 现在这个里头就是偏蓝紫色色调 我先用紫色铺一点 我先用紫色铺一点点 这是船的一个小机理 好 船里面还有青色 这是湖水的反光 这相当于是湖水的反光 没问题吧 相当于是湖水的反光面 青色用力一点点 能够把噪点抚平 把噪点抚平 好 接着往左边 往右边转过来 要拿一点点橙色 为什么呢 它开始夕阳的反光 因为船是白色的 所以它会受到它环境色的影响 会影响很大 越是浅色的物体 它受到环境色的影响 就会越大 记住了吗 相当于是对于环境的一个反称 好 这个颜色可能有点太黄了 那白色压一下 也相当于是一个过渡 让它更加细腻一些 让它显得更加细腻一些 包括这个边边 这个边边我还给它一点点橙色 或者黄色 这个边边不要太白了 太白了效果不好 好 大红色 把这个商标画一下 是商标吗 反正是个logo 一个小标标 假设它是一面五星红旗 好 水里面也得有这种红色的反衬 倒影 同样的水里头也得有这个青色 水里面也要过渡一下 让它显得细腻又细腻 色调细腻光环 不能太粗糙了 看一下 这个边缘卡得很死 是不是很难看 觉得很难看的话 敲一 是不是很难看 好 干嘛 拿一个橙色 在边缘过渡一下 看一下 这样不能卡死了 这样会不会好看一点 觉得好看点的话 敲一 会更加有水面的效果 也不要过渡的卡得太死了 好 继续黑色 黑色加重 加重 好 这个里面 投影里面有紫色的调调 加点紫色 这个投影你可以画的丰富一点点 不用那么紧张 可以放开画 好 投影里面还可以加一点点的橙色 放开了画投影 下面造了一层橙色上去 让投影的颜色显得丰富多彩 尤其是这个边缘 尤其是这个边缘 注意哈 这个边缘 你画的这种 毛毛刺刺的 有长有短的 是显示它的 水纹的机理 这里我就稍微认真一些讲的 水纹的机理 就完全靠这里呈现了 机理 好 投影的颜色化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旁边的湖水的颜色 好像显得有点浅 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个一 那干嘛呢 用这只青色可以的边缘稍微过对一下 不要让它显得那么浅 OK 投影 倒影肯定要比原物体的颜色要浅一点 一定要浅一点 要不颜色太重了就不好看 换完之后也还要继续过渡 它的湖水的边缘的颜色 可能卡的颜色还是稍微有点重了 所以我会拿蓝色稍微过渡一下 是不是蓝色过渡一下之后 显得更加自然一些 有吗 对 还差个橙子 是的 哦 对 我一认真就会很安静 没有那么的闲话 那倒是实话 好 水波 拿白色给它平缓一下 也是平缓一下它的这种凹凸机力 你看这种机力就不好看 觉得不好看的话 敲一 干嘛呢 你可以拿浅色给它压一下 给它缓下去 让它平缓一些 好 换完之后在上面 轻轻造一个颜色 就会更加的细腻一些 画彩线细腻是门必修课 怎么做到细腻啊 对于线条的要求啊 对于纸的要求啊 对于运笔的要求啊 还对于彩线的要求 都会有的 这样子各方面做到位了 才能做到细腻 对 锅子的蓝色有点深了 是的 没错 干嘛呢 等一下过度浅 让它浅一点就好了呀 看一下 浅一点就好了 白色过度一下就好了呀 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好 这里投影的颜色有点重了 干嘛 浅一点呗 白色浅一点呗 你看这个浅色 还不是很好上色的 如果你要用三幅霹雳马的白色 你就发现白色真是个好用的颜色 你们看一下三幅霹雳马 三幅霹雳马的白色跟黑色 一般是画彩线必备色 你们可以补一下单只 这个正好优化也有 看一下哦 它的单色提 单色提亮超厉害的 看到提亮了吗 提亮效果超级好的 提亮 比如说看一下提亮呢 这里可以提亮 提亮效果 这里可以提亮 哎呦 笔上有点脏了 提亮的时候要保证笔尖干净 比如说给你们看一下哈 水纹的提亮 比如说我在这里画一个 凸出来水面的水草 伸出水面的水草 这是小细节的处理 好 这小细节的话就处理的要多一些些 它这种提白的效果是超级厉害的 比如说有一些水草的颜色 它是伸出来一些颜色浅一些 有这种伸出水面的效果可能 这是白色 提亮之后呢 边缘要稍微卡一下下 它才会有伸出水面的效果 水面的旁边颜色稍微加重一点点 它才会有伸出水面的效果 伸出水面 水底下的颜色是吧 要深一点点 天空和云彩没有表现出来 水的这里要虚化一点点哈 不要特别特别刻意强化它 没必要的 强化它 但我们的话效果也不好 所以我是做了虚化处理的 因为你们看一下圆图 你会觉得这片特别红 特别艳 你会视觉重心会放在这一块 就不会放在船上 你们认真看一下 就如果说你闭着眼睛 第一眼打开 你会看这一坨 你闭着眼睛 第一眼打开看圆图 有这种感觉它敲一 是因为这一块的颜色 太过于艳丽了 那我是做虚化处理的 那我要做到是我的视觉重心 一模一样一定要做到主观处理 画画不是拍照的哈 好 现在是拿了一个黑色 当然你可以拿深绿色 把这个草的颜色 稍微处理一下一下 看一下 把这个草局部的稍微加重 那么一两根 局部加重一点点 也会效果很很好的 不行 现在的绳子 绳子不用画很黑 绳子千万不要画很黑 画黑的效果反而不好 绳子颜色画浅一点点 好 在这个水面 水面里面肯定会有个倒影 这个绳子的颜色 要比倒影的颜色 要稍微的重一点点 倒影的颜色要浅一点点 倒影的颜色要浅一点点 倒影是连着什么 连着这个 连着这个船的尖尖的 轻一点点 轻一点点 千万不要画太重 倒影要轻一点 倒影一定要轻一点 好 这里还有一根垂下来的 垂下来的话 应该是它的 船的那个什么 我也不知道啥 没开过船不知道 好 垂到水面上的这个颜色 重一点点 好 到这个船里面了 颜色就要浅一点点 到这个投影里面 颜色就要浅一点点 记住了哈 这是个小细节 到这个 到这个水平面这 就颜色就得轻一点点 这样子才能够把它区分开 对 水里面的颜色一定要虚一点点 这样子效果才好 一定要虚一点 记住 一定要虚一点 好 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到了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来撕纸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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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 撕纸 这张画是超级超级 好练线条的 你们不画这张画 不用这张画练线条 真的是你们的损失 是你们的损失哦 以为要抽奖 皮的呀 以为要抽奖把这张画送出去是吗 不行不行 我的画不能再送了 我都 我已经被你们剥削完了 风景画没有一张风景画 全部都送走了 我要留一点点压箱底的货了 看一下好 撕纸 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好 搞定 一张风景画 一张明信片 轻松搞定 一共是花了大概四个小时 你们自己画画的稍微小一点 可能时间就会要少一些 水平面跟天空 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开 看到了吗 水平面要光滑 虚很多 然后天空以上的话 颜色形体都要稍微明确一点 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哦 一定要明确一点点 不要画着画着就发现 找不到形了 不可以这样子的啊 这堂课练线条真的超级管用 你们自己私底下可以稍微训练一下 练线条 尤其是咱们97的学员 有97的学员吗 有的话就敲一个1 97的学员宝宝们 你们这张画 因为在上上一周吧 是上一周吧 咱们露西老师刚给大家做过课前的娱乐 娱乐的话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练线条 用快速的方式去训练线条 那么这张画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其实我也是有小心思的哈 也是因为预热课 露西老师给大家画了线条 那布置的作业是画了一个小小的火龙骨 小小的那个霓虎桃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画一个风景的话 练习起来会更加的好玩一些 所以公开课我就紧接着给大家排了一个风景课 主要是可以扣住咱们97预热课的主题 你们在97开课前就会有趣一些 好的 那我们大家不管是97的学员宝宝 还是其他的学员宝宝 都可以去画一下 这个画对于你女画线条是非常大的帮助 好吗 好的话就敲一个零 那我们就下课咯今天 今天上了三个小时 还算是比较早下课的 有的时候会画上当十点多呢 好 拜拜 上一次被暴露的太多了 什么被暴露了呀 这一次没人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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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